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要来一个挑战 就是在深圳 我出门的时候一分钱都不带 看看我能不能在这边生存下来 好 下面开始我的挑战 第一步首先要解决吃饭的问题 我打算来这里打工半个小时 让老板给我送一份蛋炒饭 看看行不行 老板你好 我来你这里打工 你送我一份蛋炒饭好吗 好的 可以 好 谢谢老板 好的 刚刚我问了老板 老板同意了 我在他这里打工半个小时 然后老板送我一份蛋炒饭 大家觉得怎么样 打工半个小时 然后送一份蛋炒饭 不给钱 我现在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吃饭的问题 所以老板不给钱也没关系 只要他给我一份蛋炒饭就可以了 我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 帮老板扫地 擦桌子 还有帮老板端菜 我现在已经扫好地了 老板已经把我的蛋炒饭给我送过来了 感谢老板 感谢老板 餐桌还没擦完 我现在要先擦一下 也不知道这里有没有抹布 所以我就用这个餐厅纸给它擦了 这个餐馆不是很大 就五张桌子 所以我擦得很快 刚刚给那位顾客炖完饭以后 现在我要来吃我的蛋炒饭了 哇 好香啊 看起来很有食欲 老板你这里有白开水可以喝吗 有啊 我们这边有柠檬水 可以打一杯给你喝 好 谢谢 是不是感觉好有脸 没有钱 我就来这边要一杯白开水喝 不过老板挺好的 愿意送我一杯免费的水 如果这个老板不愿意送的话 那我也是没有办法的 来 请慢用 好 谢谢您 现在第一餐的问题已经解决了 接下来我想去赚一些钱 这个快递老板刚刚我问了一下他 在他这里干一个小时 他愿意给我15块钱 我现在就给他搬快递了 下面有好多快递 我要一个个的从下面搬上来 平时我们看到快递员送的时候 感觉很轻松 我们自己来干的话 还是觉得很辛苦的 所以这个快递员呢 也是很不容易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个东西这么大 刚刚那个快递老板给我15块钱 干了一个小时 我现在准备到这个小店去打工 一个小时 我到里面去问一下 看老板要不要我 我也不是很有兴趣的 因为他可能拒绝我的 老板你好 我今天没有钱 我想来你这里打工 一个小时 20块可以吗 可以 好 谢谢老板 哇 这个老板同意了 他同意我在他这里打工一个小时 我在这里打工的主要任务就是帮他搬东西 还有老板的一些其他的安排 他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他现在叫我把这些水从里面搬出来 搬到门口这里 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帮这个老板 抬这个 这个好重啊 有十几斤重 好累啊 我就这样帮老板搬了几百个桶 老板你好 现在可以结账了吗 可以 好的 谢谢你 20块是吧 好 大家看到没有 20块 好累啊 谢谢老板 我已经干了两个小时的活了 有点辛苦 搬快递的时候老板给我15块钱 然后到小店里去打工 那个老板一个小时给我20块钱 搬了好多桶 还有搬了好多水 我这个人还是很能吃苦的 这点活对我没有什么难度 我现在准备在这里休息一下 在这个地方睡一个小时 好 我开始躺下了 刚干完活 很辛苦的时候 这样躺下来 真的很舒服 我旁边也有很多人 他们在这里休息 我现在又起来了 我不能一直这样睡到晚上的 现在是到晚饭的时候了 我也去找一家餐馆吃饭 我觉得这个餐馆不错 可能是我饿了 看到什么都想吃 来吧 我去找一份梅菜肉食饭 可以说 对 17块对吧 没得扣了18 好 你炸的肉食饭就17 嗯 那就18的 大家看一下 这份梅菜扣肉花了18块钱 我打工赚了35块钱 紧缺18块钱 就还剩17块钱了 吃完饭以后 现在已经到了晚上了 晚上我去哪里睡觉呢 我今天没有赚那么多钱 在深圳 如果你要去那种比较好一点的宾馆 睡觉的话 至少200块钱以上吧 我今天没有赚那么多钱 我就打工两个小时 赚了35块钱 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床垫啊 我在外面花了8块钱买过来的 如果今天晚上没有其他消费的话 那么我赚了35块钱 减去18块钱 然后再减去8块钱 我一共就花出去了26块钱 还剩9块钱 当然今天我是有点懒了 只打工了两个小时 如果我多花一点时间去打工的话 可能赚到的钱会更多一点 也不用在这里睡觉了 不过呢 今天晚上在这里睡觉 我感觉也挺有意义的 因为从来没有在这里睡觉过 我要挑战一下我自己 看看我能不能在这里睡一晚上 我现在把鞋子脱了 我准备睡觉了 好吵啊 大家听到没有 下面的那个车的声音特别大 所以今天晚上在这里睡觉 就是一个很重大的挑战 从来都没有在这样的环境下睡觉过 哇 真的太吵了 我根本就睡不着 下面的车身太大了 我在考虑我要不要换一个地方睡觉了 因为这里真的不是人呆的地方 下面那些车不间断的想 一直想 想到你没脾气 一点办法都没有 我看那些流浪汉啊 他们有时候也在路边睡觉 他们是怎么睡得着的呢 真的佩服 不行不行 我现在换一个地方了 真的受不了了 我现在去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睡觉 刚刚那个真的太吵了 受不了 我看到前面那里有个地方可能比较适合睡觉 我现在准备上去看一下 看看上面是什么样的 哇 这个楼梯真的好安静啊 我今天晚上就准备睡这里了 这里没有车流的吵闹声 我可以安静的睡一个晚上了 今天的挑战还是比较困难的 没那么容易的 虽然没赚到多少钱 但也毕竟活下来了 其实也并不是太难 有手有脚的 你可以去干活嘛 干活就能赚到钱了 现在我准备开始真的睡觉了 我要睡到大概凌晨五点钟 因为那个时候上面的商场还没有开门 所以没有人看到我 现在已经差不多五点钟了 我要起床了 要不然的话 他们过来上班都看到我了 都不好意思啊 我再躺一会儿 我感觉我睡不饱 今天有点累 做这样的挑战也算圆满成功了 跟平常那种生活很不一样 如果大家舒服日子过多了 那么你可能会很不适应 现在已经是凌晨五点钟了 我必须起床了 要不然天亮的时候 好多人过来上班 大家都看到我这样睡在这里 多不好啊 也很尴尬 所以我现在真的要起来了 好 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大家关注 评论 转发 收藏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转费 大家 均구요 我们下转费 我们下转费 我们下转费